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战斗教学 我们游戏中共有三大战斗风格 勇气风格 热血风格 华丽风格 勇气风格以山智为例 它投向右侧的能量区域是由四格奥义点构成的 该风格角色伙伴释放技能命中敌人时 可以获得一格奥义点 奥义点满后可以释放奥义技能 没有奥义点情况下无法使用脱身 有奥义点的情况下使用脱身扣除一格奥义点 热血风格以鹿飞为例 它投向框右边没有奥义点 而是有一个红色的怒气值 怒气值会随着时间上涨 在技能命中敌人后也能获得少量怒气值 需要注意的是两颗技能命中后怒气值还未满 待怒气值全满时可以释放奥义 释放奥义后怒气值清空 受到敌人攻击时使用脱身扣除四分之一的怒气值 但即使没有怒气值也可以脱身 华丽风格的角色伙伴以佐罗为例 它一共有五格奥义点和一个蓝色的精力值 该风格角色伙伴最大的特点是技能没有冷却时间 但不是无限制释放 释放技能时会消耗精力值 而精力值不足时无法释放技能 我们可以连续释放同一个技能 技能命中后获得一格奥义点 五格奥义点满后可以释放奥义 当受到敌人攻击进入兽机状态时 可以扣除一格奥义点脱身 接下来是游戏对局中最常接触到的基础规则 元护 空倒背 脱身 连招保护 元护共有五个元护槽 在进入战斗前可以配置想要呼唤的同伴 对局开始后可以呼唤同伴一起战斗 部分强力的元护会占据超过一个元护槽 向天空之主诺拉就是需要占据两个元护槽 诺拉的攻击可以抓取超大范围内的敌人 并造成持续的中毒效果 当呼唤与登场角色伙伴有联系的特定元护时 会触发友情元护剂 伙伴与元护发动共同攻击 在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空倒背 在进入战斗前我们可以任选其中的一个携带 首先是闪光背 使用后立刻对前方大量敌人造成伤害 护体岩背 使用后会形成环绕火球 适合用于保护自身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火球无法打断敌人技能 疾风背 能强制中断当前释放的技能 让自己向指定方向快速闪避 适合躲避敌人的攻击 也能弥补释放大后摇技能时的破绽 眩光背 可以将敌人制盲 被制盲的敌人屏幕会变为全白 无法看清场上的局势 但敌人如果背对眩光背爆炸点 则不会被制盲 脱身 当我们不慎被敌人击中时 可以帮助我们逃离 并进行反击 使用前需要确保拥有一格傲一点 而在脱身后 伙伴全身会闪烁白光 进入1.5秒无敌的状态 无法受到任何伤害 连招保护 保护双方无法被无限连招的机制 在对敌人连招的过程中 敌人受到越多的伤害 就越难被继续连招 并且敌人受到的伤害 也会被逐渐降低 连招保护分为黄保护和红保护阶段 我们可以通过头像和连招文字颜色区分 当连招进入红保护后 继续连招 伙伴会被强制倒地 在对局中 一般会有三种伙伴状态 硬体 霸体和金刚体 硬体 出现在伙伴释放技能时 这种状态不会被普攻打断 而且使用空倒背期间也是硬体 打断硬体状态 可以是选择普攻以外的攻击 霸体则是比硬体更强的状态 一般攻击无法将敌人打断 通常具有格档性能的技能 会拥有霸体状态 或者是使用鼓舞银背 霸体状态一般会维持一段时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 只拥有抓取能力的攻击 能打断敌人的霸体状态 而金刚体比霸体更强 而且绝对无法被打断 它出现在伙伴释放奥义和援护期间 面对释放奥义的敌人 一般我们可以直接移动走开 等到奥义结束进入后摇阶段后 敌人会从金刚体变为硬体 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反击 当我们了解对战中的一些基础操作后 不妨看看竞技规则 绝境逆袭 终结境 破招 飞行道具 在对局中 当伙伴生命值低于25%时 会进入绝境逆袭状态 这时候生命值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假如在对局中是首次进入绝境逆袭状态 会立刻获得一格奥义点 而热血风格伙伴也会相应地获得怒气值 在对局中 有一种能直接击败敌人的方式 叫终结技 这个方式需要满足三个触发条件 一 敌人生命值不足25% 处于绝境逆袭 二 伙伴两个技能不处于冷却 三 普攻且使敌人受机 并按下终结技按钮 而如果是华丽风格的伙伴 还需要额外增加精力值全满条件 成功击败敌人后 还有回血效果 破招 即伙伴在技能从发起到生效的时间段被攻击 会配打断技能同时造成额外伤害 可以使用普攻 技能或者空倒被触发这个机制 对局中 脱离自己身体 且不属于自己身体部位的物体 统称为飞行道具 类似子弹 炮弹 飞刀 斩机 火焰都是飞行道具 大部分飞行道具 命中距离过远的敌人时 会难以接上后续连段 以米霍克为例 使用技能换月 击飞敌人后 可以进行连招 当敌人过远被命中后 难以接上后续连段 但同时 部分技能拥有闪避飞行道具的能力 在生效期间 不会被飞行道具命中 如佐罗特技能2 刀狼流 在空中旋转的时候 就可以闪避飞行道具 大家带来 杰拉吉尔米霍克的技能展示 米霍克 华丽战斗风格 拥有蓝色的精力值 和五格道一点 他普攻共有四段攻击 其中最后一段攻击 会向前突击 旋转斩击 并使敌人浮空 可以看到 在普攻最后一击命中敌人后 会回复20点精力值 这可是米霍克的被动技能 世界第一剑豪 除了能回复精力值外 还能十字身获得剑气状态 此状态会强化下一个释放的技能 被动技能下 米霍克使用技能后 短时间内 不会重置之前普攻段数 详细展示 可看后面的技能连招 我们先看一下 没强化状态下的技能1 三重奏 在一段时间内 可连续释放三次 而且每一段 在释放开始一段时间 都可以闪避飞行道具 而在强化状态下 技能1 三重奏 每一段技能释放强化为 可闪避任何攻击 而且第三次攻击 黑刀还会挥出剑气 额外造成一段伤害 没强化状态下的技能2 换月 会向前方挥出一段剑气 远程攻击敌人 而在强化状态下的技能2 换月 则可以连续发射出三次斩击 斩击过程中 还能使用摇杆进行上下移动 米霍克的奥义技能 夜之曙光 会使用号称世界最强之黑刀 释放强力且长距离的斩击 接下来是迷惑克终极进展示 最后是迷惑克连招展示 这一期海上情报战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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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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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